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回到健康生活情报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 而由于隔离设施不足 有很多不幸染染染的朋友 都需要在家里进行家居隔离 但从新闻我们看得到 很多时家居隔离 就会导致全家人都会染染染染染 由于有关方面 都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家居隔离方面的指引 我就在网上搜集了一些资料 将它整合了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有一个概括的概念 给大家知道 家居隔离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令到隔离者不会传染给自己的家人 由于这些资料 都是网上资料的整合 我也不是专业人士 所以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最好就问一些专业人士 好了 我们现在先说一说 家居隔离第一件事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要告诉大厦的管理主 你家居是有人家居隔离的 等他可以帮你通知你的邻居 和一些负责清洁的员工 要对你们家居的四周围 有些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好了 现在开始讲了 首先我们要为隔离者 特别准备一间房间 房间里面基本上 需要准备两个有盖的垃圾桶 大量的厚一点的垃圾胶袋 一把风扇 和充足的稀释了的漂白水 在这个分享里面 我稍后会简称需要隔离的人 叫隔离者 而隔离者留在房间里面 就尽量不要外出 以免传染给家人 而负责照顾他的人 就叫做照顾者 那照顾者是怎样呢 其实就在家里面 选一个较为年轻一点的 又没有长期病患 最好就已经接种了疫苗 叫人负责专责照顾隔离者 其他人都不要去做照顾者的工作 照顾者本身都要有一定的装备 就是要有乳衣、浴帽和手套 这些所有东西都一次性 所有这些东西和隔离者 或者隔离者丢出来的垃圾 接触过之后都要丢出去的了 首先我们要做一间简易的扶压房间 首先将房间里面的窗关上 只开正一个窗 之后就将风扇摆在窗口旁 出风口向外 之后用窗帘遮了其他风扇和窗口的空隙地方 令到风扇成为唯一一个通风口 之后开动风扇 就会像在家里面的厕所开抽气扇 才有一个简单的扶压作用 当然好像先前也说过 最好一定要通知附近的邓居 否则风吹出去 最好配合关窗 否则有传染风险 做好这个扶压风扇之后 开始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隔离房间 首先如果你买到包书字 最好用几卷大的包书字 如果买不到 把垃圾袋厚厚一点的 把它剪开之后 贴在一起都可以 做两个胶的门脸 门脸就像图里面那样 在房间的里面和外面 都有一个 胶子的面积要比房门大 令到当房门开合的时候 都有密封的作用 如果家的情况许可 也都可以用一些书架之类的东西 在房门外面摆设好 之后再包上膠子 来做一个隔离居 这样就更加理想了 好了 准备了这个房间 给隔离者入住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 照顾者如何去每日 照顾隔离者的生活所需 首先就是食物开始 照顾者每日都会为隔离者 准备好食物 食物就不要放在一般的餐具上 最好放一些一次性的纸碟 或者交叉等 给他用 隔离者用完之后 就将它放在垃圾袋里面 再噴上一些稀释的漂白水 然后就关上垃圾桶盖 这样就可以避免 你清洗隔离者的食具的时候 都会受到感染的情况 另一样 够尴尬一点 但都要面对的就是 要为隔离者做一个临时厕所 这个临时厕所 其实就非常之简单 就是一个大的垃圾桶外边 包了两层厚的垃圾膠袋 隔离者如果需要预置的话 就在垃圾桶上面做 如此之后 就要将稀释的漂白水 倒入垃圾膠袋里面 之后就将垃圾膠袋密封 再放到刚才放在废物的膠袋里面 当隔离者已经存够一定的垃圾 在房间里面的时候 也都需要放垃圾 这个程序就要小心一点做 首先 照顾者 就算他带齐装备之后 都要离开隔离房间 隔离者就可以开房门 把垃圾放出外面 之后就立刻关回房门去 这个时候照顾者就可以 在垃圾桶里面 抽住的垃圾袋 将整袋垃圾抽起 之后将它密封 接着就在上面 贴上一些有警告字句的纸条 例如说 这个袋里面的物品 可能会有病毒 请小心处理 不要弄穿 这类型的说话 接着就可以将垃圾 小心一点拿去垃圾房 倒了它 而当照顾者倒垃圾后 就要将自己的随身的乳衣 浴帽 手套 都一起放在垃圾桶里面 再喷上稀释了的漂白水 然后也扔上它 当然同时要记住 都要贴上警告字条 基本上以上就是一个 应付到隔离者日常生活 而又令其他家人 较为安全的方法 希望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尽量帮助到一些 较为无助 而又需要家居隔离的人 拜拜